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昨晚放进冰箱冻了一夜的样子 另外一颗小一点的草莓是用来做装饰的 不需要的话可以跳过这一步 轻轻去掉叶子 并用水果刀将叶子的根部用三角形的切割方式取出 得到一个爱心形状的草莓 接着将草莓竖着切成三份 再将中间的这一段用水果刀轻轻切断一半 就可以放着待用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制作奶昔了 将所有的材料全部放进一个容量400毫升以上的搅拌机里 记得转到锁住的位置 并盖好盖子 然后用脉冲模式的方式搅打奶昔 直到没有大颗的水果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大概15-20秒的样子 这样的份量大概可以做一大杯 如果配晚餐一起饮用 也可以当两人份的量哦 完成后倒入玻璃杯 并装饰上一开始准备好的草莓 耐心静置1-2分钟后就可以享用啦 好了简单好喝的自制草莓奶昔就完成啦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和点赞哦 我们下次见 谢谢支持